我是古阿末 今天我們要來試玩的是一款 英雄養成類的手遊 倉之紀元 聽說這遊戲有多名日本深幽配音啊 深幽大家都喜歡日本的 為什麼 而且一定都要女深幽 為什麼 色色的啊 好那一開始進入遊戲前 你只需要先選好你的角色名字 和你的性別就行了 既然這麼多女深幽配音 我們就選個女角色 但是你選女角色 名字按隨機的話 還是有可能隨機到一些 像這種比較像男生的名字吧 獵夫切耳熙 要切什麼耳熙啊 我要切耳東 好我們就叫這個 幻視師貝斯 那一開始進入遊戲的時候 會先簡單跟你講一下 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魔族 而且他們還奴役你 然後派你去幫他們挖糞 所以世界水生火熱啊 因為你不想挖糞 所以人類就是我們 終於要反擊了 但是人類打不贏 所以我們要有天使帶我們反抗 天使帶著人類打的魔族節節敗退 但是決戰的時候 天使發現打不贏大魔王怎麼辦 不怕我們可以派最美的露西菲爾 來壓制大魔王 為什麼露西菲爾可以壓制大魔王 你知道嗎 因為自古以來英雄難過美人官啊 啊總之 大魔王就爆炸死掉了 而且也把你住的星球炸了 哇大魔王太誇張了吧 大魔王是核彈啊 是不是 所以世界就崩壞了 所以幸存的人類就是我們嘛 在現在這個被炸的支離破碎的土地上 開始重新孕育文明 所以新的紀元就開始了 那這個新的紀元叫什麼紀元呢 就叫倉之紀元 沒錯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是開創者 你知道嗎 你就是開創者 我們現在要開始冒險啦 你不想冒險也不行啊 人長大了就是要出去自己闖闖啊 是不是 難道你希望你父母養你一輩子嗎 不准 所以我們現在要出發冒險啦 OK那你也看到這個遊戲的畫面了 是日式精緻的Q版畫風 所以我現在依序來體驗一下幾個重要的功能 首先呢是這個作戰功能 剛剛不是說我們要冒險嗎 但冒險很危險啊 你看遇到壞人怎麼辦 受傷怎麼辦很痛啊 所以我們要組團 我們要找一些知名的英雄人物陪我們去冒險 讓這些知名的英雄人物在前面對抗危險 我們在後面坐享其成 YEAH 然後我們每次可以派三個 你招募的知名英雄來上戰場 比如說像現在這個桑尼維維安格萊明 就是我找的TIS 不是不是不是TIS櫃啊 我找的英雄他們會這樣持續的在世界各地冒險 你平常就算下線他們也仍然會冒險打怪物 搶怪物的寶物 奪取壞人的家產 有沒有這就是冒險啊 冒險就是你的就是我的 看到敵人就搶他的武器就對了 好再來你看地圖上啊 他有很多的這個地點 譬如說 我現在在普羅鎮寺 那每來到一個新的地點呢 我們要先把這裡所有你看到的人都殺光 把他們的寶物都搶走 如果你把小怪物打得差不多後 你就可以按挑戰領主挑戰他們的老大 那挑戰老大的時候 一樣啊你只要坐享其成就行了 你的英雄會自動去砍他們 看普羅鎮寺的老大是三個戴帽子的路人 你不要小看他們這樣子戴帽子好像很廢啊 我跟你講他們戴的那個是超能力帽子啊 好不好 他們那個帽子戴上去 人人都可以使用念力啊 很強大啊 你看他們多強 他們已經幹掉我兩個英雄了 還好我最後一個英雄打贏啦 那戰場上只要你其中一個英雄活下來 就算你贏 那你的英雄在每場戰鬥中雖然被打傷了 但不用怕 他們到了下一場戰鬥的時候就會自動痊癒啊 他們每一個人都有超能力的 他們每一個都是金鋼狼 好不好 好OK 所以你看我現在已經通過了普羅鎮武啦 我來到了寧靜之聲邊緣 我會繼續打這個森林裡的小怪 等我覺得打得差不多了 我就會去挑戰首領 總之這就是這個遊戲的作戰功能 好那我們明白 我們平常都要作戰冒險嗎 又要派英雄上戰場 所以英雄的強弱就很重要啦 你平常必須來酒館啊 收買一些英雄 給他們大筆的鈔票 叫他們陪你去冒險 叫他們在前面替你送死 那我們要怎麼招募呢 很簡單啦 撒出你的鑽石 撒出你的鑽石之後 你就有機會得到不錯的英雄 或英雄的碎片 累積足夠的英雄碎片 你也是可以直接召喚一隻英雄的 你看我又得到新的英雄了 哥倫布 他要帶你去發現新大陸啊 好不好 那你得到新的英雄之後 你就可以來編隊 我們一次可以派三個英雄上戰場 你可以把你喜歡的英雄丟上來 像我們把剛剛抽到的哥倫布 還有羅蘭 疾風 組合好你要的陣容之後 每一個角色他都有他自己的特色啊 你看像這個羅蘭他拿盾牌代表什麼 代表他要走在這個隊伍的正前方 拿盾牌擋怪物 那再來我們這個哥倫布拿槍嘛 就躲在盾牌後面偷射 對不對 我們看這個角色的造型就可以知道他們是幹嘛的啦 那你看我們組合好新的陣容之後 我們就可以派他們去打怪物了 那你的英雄在打怪的過程中 等級自己就會上升啦 你只要等待就行了嘛 你看這上面有說 你每分鐘可以獲得80的經驗 那你要是覺得你的英雄升級太慢 你可以給他們吃書啊 逼他們讀書的意思 你懂不懂 跟父母逼你讀書一樣啊 只要你讀書讀的夠多 你就會從小學 你看你可以按突破 突破之後 你就會來到國中 你在小學 小學最多只能讀到10年級 你要突破到國中 國中可以讀到20年級 那我們這個突破呢 還可以繼續往高中跟大學讀 但是你必須要有足夠的突破材料啊 突破材料是什麼概念 文憑吧 你要有國中畢業證書 你就應該去讀高中啊 所以看你哪個小孩 看你哪個英雄喜歡 你就讓他一直升級 一直逼他讀書 一直讓他突破 讓他升學 他如果不讀書 你就不養他 把他拋棄 你父母怎麼對你的 你就怎麼對你的英雄 那你看他們現在就繼續上戰場冒險啦 加油 團長 我們是團長嗎 我們幻視師背裡是團長 團長的概念 就是在後面拍掌的 對不對 就跟你的老闆一樣啊 永遠負責在後面拍手 不管你幹的再棒 老闆要做的事情 就是過來拍拍你的肩膀說 幹的不錯啊 加油 再來剛剛不是有提到 這個遊戲有很多知名的聲優配音嗎 你只要點你的角色 你就可以聽到他們的配音了 像米迦樂 菲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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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尼 菲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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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反正你有興趣 你自己去召喚英雄 然後點他們啊 有的遊戲還是比較講究的啊 每一個角色 都是會有一個獨立的配音 然後剛剛我英雄 突破的時候 不是會獲得一些新的技能嗎 你看像我的羅蘭 剛剛原本他在讀小學的時候 他只有年脈的守護者 但是我剛突破 我讀到國中之後 我就獲得了這個 聖耀之刃 這個技能 等我讀到高中 我就可以學會勝利之盾啊 大學的時候 我們就會讀到防禦知識啊 很合理吧 到越高等的學府 我們就會學到更多的知識 就是這個概念 那這些技能在作戰的時候 只要他們會這個技能 他們就會持續使用 他們是會學以自用的啊 他們不像你啊 都不學以自用 再來是 你要給你的英雄 一些裝備啊 這些裝備 你打怪物的時候就會獲得啦 好以上大概就是 英雄的介紹 好那這個遊戲裡面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 叫做冒險 我們來到冒險的地方 任務委託中心之類的吧 這裡的老闆 奧菲利亞 他會給你一些任務 比如說我們現在接受這個 出發獵人旅團 接受任務之後呢 我們會被派到一個獨立的地區 一進來就有一些路人來挑戰我們的英雄啊 練習完之後 這個任務完成 你就可以按這個結束地圖 離開地圖 回到我們這個任務中心 領取通關獎勵 那比如說我們又接了這個丟失的天書 他會派我們去神佑森林裡面冒險 冒險的時候 你就是自己在地圖上走一走 尋找寶物 遇到怪物就揍他 好冒險 冒險的功能大概就是這樣 剩下的你自己來體驗 反正接不同的任務去解就對了 接下來我們看 我覺得也很重要的就是這個競技場啦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英雄組成到底有多強 我們可以去跟別的玩家挑戰 你看 我隨便點一個 我就把他們的英雄秒殺啦 表示我的英雄培養的很好 我把我的孩子每一個都培養出高學歷 在找工作的時候就會比較容易嘛 就是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現在在競技場裡面就是找工作的概念 我們把其他人通通幹掉 你就會步步高升 享受到甜美的果實 大概是這樣吧 好那 遊戲還有很多其他功能啦 沒有時間慢慢介紹啦 我們直接來看最後一個 我覺得也是挺有趣的 叫做電台 每天呢 固定的時間 譬如平日的晚上6點到12點 假日會到凌晨1點 中午12點到2點也有開 電台裡面有很多主播 你可以選一個來聽 譬如說現在當前主播是小微 那平常在遊戲裡 你聽到的都是遊戲音樂嘛 如果你開始收聽主播的 你就會聽到小微的聲音 有沒有聽到 小微就是會跟你隨便閒聊 或者是他也是邊玩遊戲邊講吧 其他如果是主播 其他主播來的話 他們每個人會講的事情都不同啊 把這種電台的概念 做到遊戲裡的 也不多吧 也不多見啊 你們現在可能聽不清楚他在講什麼啦 因為我也在講話嘛 所以你們要聽的話 你們自己來聽啊 你可以邊玩遊戲邊聽主播講話 不一定要一直停留在聊天的頁面 反正你只要打開就會開始收聽了 很特別吧 你現在聽到的音樂不是遊戲音樂喔 也不是我放的音樂喔 是主播放的音樂 那如果你不想聽了 你就再按一下關閉就可以了 你就會回到遊戲裡面聽遊戲的人物講話 好以上就是我們的 昌之紀元的一個試玩體驗 剩下更多內容 就等你們自己來研究啦 你看像這個二手斧頭 看他不爽就賣掉 沒有啦 用不到的裝備本來就要賣掉啊 要是 現在的英雄都不喜歡 就去酒館 找新歡吧 就跟皇帝一樣啊 你要有後宮加力3000 3000個英雄啊 每天翻一個牌子 不對你每天可以翻三個牌子啊 好啦那今天試玩就先到這邊啦 掰掰 掰掰